這次最新專輯喔 有很多這個所謂的亞洲創作人 創作精英 包括像台灣的這個500 陳小娟 跟他們合作的感覺如何 陳小娟以前有合作啦 那500是第一次 那你有說覺得500就是 你覺得編曲可以再稍微 反正之前就是因為聽了 他幫莫文衛監製的這個唱片 覺得很驚訝 因為以前對他印象就是 Band Sound搖滾的東西 那張唱片聽了 我覺得他很 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電子的東西 然後想試試說 看他也會 就是給我做寫歌的話 會有什麼東西放在我身上 但是結果出來我覺得 可能時間太短 還是 就是 就是說 做一整張專輯的感覺 跟兩首歌可能 他不會有一個很完整的概念 或者怎麼樣 或者 他對我不太熟 我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 應該可以更好吧 還是 還是500會怕你 會不會 他怕我 還是 他 不會吧 他看到你有跟你 勇於的交談 還是躲在旁邊 都沒有 其實我都 我們只是 見面 打招呼 沒有說 很 很深入的 談過什麼話 嗯 對 不算太認識 其實 所以對這個 你也沒什麼了解 就對了 嗯 不是 不是了解很多 好 所以這次算是這個 初步這個合作嗎 不過下次還有很多機會 還有像這個 呃 蔡劍亞 也幫你寫歌 蔡劍亞 其實不是說 特意要找他寫歌的 就是 呃 聽到他的Demo CD 嗯 發現裡面有兩首歌 我挺喜歡的 這個我覺得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反正就是 無意中碰到的 我 我反而會 比較滿意 嗯 不過這次呢 我們好不想 為何呢 呃 Ник 呃 呃 公 отнош 呃 呃 人 iders 的人 呃 呃